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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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开心再次在《信用百科之圣经》 《仁能解答》的节目时段里面和大家见面 今天我要和大家思想的一条问题是 有些朋友要问 雅各蒙神带领返回到加南地 竟然他的女儿就被士剑东地的一个族长的儿子强奸了 为什么神不能保守他的女儿平安呢 这条问题是记载在《创世记》的三十四章 第一节、第二节那里提到 他说,尼亚及雅各所生的女儿抵纳出去 要见那地的女子们,那地的主希末人 哈姆的儿子使劫,看见他,就拉住他 与他行任,颠辱他 在这里,就让我们看到这件事的发生 实在是对雅各家的很大的伤害 因为雅各十二个儿子,但这个女儿 而这个女儿去到士剑,其实已经是加南地的范围了 为什么会用这件事发生在雅各的女儿身上呢 首先我们要思想的几方面 从表面来看,这件事不应该发生在雅各的家中 为什么呢?因为雅各敬畏神 当他要回加南地的时候 神向他显然,叫他回去 然后在路上,神又向他显然 他在彼佬以拿那个地方 就和神的使者率交 然后就望神祝福,名叫以色列 意思就是说,他在那一夜 如何经历神的同在 如何最后去得到神的祝福 他成为以色列,也代表他生命已经进一步的丰富了 然后他见到他的哥哥已数 都很顺利的平安的过渡骨 来到加南地了,照计是最安全最平安的了 但是没想到来到加南地的时候 突然间发生一件这么大的事 在他家里面 从这里我们会看到的几方面 第一方面是 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有神的同在 有神的帝领 那就一定平安无事 神的严女都要守着一些原则 这个原则是什么呢? 就是说不可试探主理的神 为什么呢? 当时雅各的女儿抵纳 她走到加南人 她当中想去寻找朋友 这件事已经是错的 这样的动机、这样的行为已经是错 等于是试探神 所以难处才会难度她 她才被东地一个族长的儿子强奸 我们会看到这段经文就是记载 底纳她就出去要去见东地的女子们 可能有人就说 由于雅各生的都是儿子 那些女儿就会比较孤单 所以去到哪里就要找东地的女子们 好像很自然很正常 但是事实不言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雅各回来的时候 她是整个家族 加上她的薄皮 其实有很多的女儿在 包括 就是说雅各回到加南地的时候 在她的薄皮当中 然后在她的亲人当中 其实都有不少的女儿在 她应该整个希伯来的民族 大家在一起 况且雅各自己都很清楚地知道 当时她父亲打发她 往巴达那林去的时候 就由于雅各的母亲 见到乙数娶了两个加南人 令到她很烦 她父亲以撒很清楚地知道 神的心意 就不准他们娶加南人 或者跟加南人结亲 她才去到巴达那林 此时她已经结婚 带了一大堆十二个子女 回来的时候 她的女儿 就是离开自己希伯来人 在蒙紧选的这个族女 去走到加南人的里面 这件事是神所不起的 即是雅各回来 是有神的同在 即是雅各一路上 都有神的康顾 甚至神向她显现 看到有两对的天使 神的军队互为她 与她同在 但是此时 雅各的女儿 戴娜 是明显地试探神 去到加南人的当中 所以就失去保护 因为失去保护 就被东地的人 特别是族长的儿子 很有权力的 强奸了她 然后 当女儿受侵犯之后 回到家中 全家人知道这件事 已经太迟了 顶致我们在这里 就值得我们学一个功课 圣经说 不可试探主你的神 虽然我们基督徒 是有神的同在 神会看顾我们 祂是慕勇我们一生的神 但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有些的原则 我们是必须明白 甚至要守住的 就是不可试探神 什么叫试探神 试探神的意思就是 明知故犯叫试探神 明知不可以和家男人唯有 明知不可以和他们混在一起 不可以和他们结親 因为现在 先去找他们的女子们 然后很快 就被他们的男子看中了 很快就私下拍拖 甚至被人侵犯 因为当时的家男人 是很淫乱的 所以 一个这么随便淫乱的家男人 是这种最终打滚 希伯人 他没有守住本分 去到他当中 这个就是试探神 结果 抵纳就吃抵了 在这里 我们就会看到 今天我们属主的人 我们都要守住这个原则 比如说 昔日 魔鬼试探耶稣的时候 特别是将主耶稣 带到殿顶上面 然后对他说 你跳下去 因为经上继续说 神要猜看他的使者 如何托着你 主耶稣说 不可试探主这个神 经上继续说 不可试探主这个神 我们知道 主耶稣很明白父神的心意 他心中有神的话 鼎姊妹 主实在吸引我流血榜 今天我们不可以随便试探神 具体例子来说 譬如说 我们是有一个有神同在的人 但如果我们的生活 是那个 放纵的生活 或者 神在圣经里面 明明禁止的事 我们却在那里去犯 那就是试探神 就等于犯罪 会野賴神的管教和审判 我想起一个例子 以前 教会中有一个姊妹 但她的姊妹 她是自小教会长大 都不觉得在神的家中 怎样的蒙福蒙保守 虽然她曾经都热心过 但有一段时间 她突然冷淡了 就是对主 在热心里变冷淡了 变冷淡之后 原来她在做事的时候 就认识了一班同事 然后就跟那班同事 整天去夜晚很多节目 去哪里呢 去酒吧 喝酒 甚至去唱歌 喝酒 那种 小小可以说放荡的生活 有一次呢 我就遇见她 跟她有些交通 那次在教会中有些交通 她已经没有什么来聚会了 感动出现 她就很坦白告诉我 她说我自小乖乖女 在教会中长大 所以现在她尝试一下 好像放纵一下 好刺激啊 好兇手啊 其实不需要这样的 她说我又没有什么犯特别罪 我就是去酒吧喝酒 放缸之后同乘一班人 很舒服啊 接着我就劝她 我说如果基督徒的娱乐 可以跟一班的弟兄姊妹 有小组 然后有一些一起去打球 一起去运动 就算一切是正常的娱乐 这些就是基督徒在一起 你跟一些未信耶稣的人 除了你是全福音给他们 带他们去信耶稣 如果不是你跟他们一同去哪里 去酒吧那些地方 是不适合的 去酒吧是绝对不适合的 我当时就提她 唱棋不适合的 当我这样提她的时候 她当时表面就稍稍稍稍稍稍稍 其实私下就没有接纳到的 由于聊几句就过去了 后来过了大半年之后 有一次她主动找我 哇 今次主救了我了 主救了我了 她说我以后你悔改了 再热心回到教会中 我问她什么事 她就这样说 她说我以为过这个很刺激的生活 没有想到有一只一人 就是有一次的夜晚 她说我在卡拉OK的地方出来 已经是12点了 她说突然间看到后面有人跟着我 我就害怕了 当我一起搏走的时候 哇 几个男弟追过来 要将我俘虏她 要将我绑票她 哇 当她经到见到一架的士 不断冲上去 一路求告主名 主耶稣教我 主耶稣教我 结果当她走入的士里面 一闪到门的时候 那些人追到差一步就抓住她 结果的士飞走了 她说是因为她切切的讨告 刚刚的的士停在这里 又刚刚她可以上去 如果不是这次被人抓她 那后果就不堪切上了 几个男人追着她 当然那些品流复杂的地方 黑社会或者那些地方 那次她有经冒险的脱险 从此她是车上一路的 一面流泪一面向主婚改 主要你赦免我 我这段时间 你完全过一个放荡的生活 离开你 一路认罪 她告诉我一路认罪 认罪之后感激主 后来回到教会中好与心 又恢复回来 那我们看到 熟主的人千万不要去试探主 不要以为我这样无所谓 结果有时 神许可的管教临到我们 或者实际的攻击来临 那我们就要白白受苦了 所以雅各的女人 在这件事上 我们看到她是试探神以来的 第二方面 我们同时联想到 其实雅各对子女的教育是失败的 为什么呢 因为雅各在巴弹亚林 她为了得到两个妻子服侍 拉班14年免费勞工 接着还有六年的时间 是为了自己赢工 但是为了拥活子女 她的女人早晚都是无勇群勇 很牢牢的 所以她没什么时间去救养她的子女 于是她的子女是差到不得了 将欲伸埋到埃及 真是非常之败坏的行为 跟着连个女人又失败了 所以从这里你会看到 子女就没什么时间听父亲雅各的教法 从这里我学习一个功课 雅各虽然是渐渐地认识神 但是她同时忽略了照顾她的子女 药山上照顾 但是培药上、教导上是缺少的 而她两个妻子 拉杰、尼亚 都是彼此相争 根本没有好好地教育子女 两个妻子更加不懂得教育子女 所以我们看到她在教育儿女上 雅各的家庭是失败的 从这里对我来说 都是一个的境界 今天我们身为基督徒的父母 我们都需要留意我们的儿女 我们需要为儿女来祷告 向上为她来守望 然后需要对她们有正确价值观的传说 叫她们从小在神的家中都明白神的道 能有个分别维性的生活 不受这个世代的影响 现在我们知道很多学校都面对的危机就是什么呢 就是黑社会日亲 很多年纪就去拍演仔 就去吸毒 这个已经成为一个很大的危机 身为父母的 我们实在需要从小救到好我们的儿女 承担这个教导儿女的责任 用他们可以在主里面望保守 因认识神 敬畏神 远离恶事 好象玉尸哪用被分别威胁 我们再思想一条的问题 有些朋友要问 玉尸是敬畏神 为什么他会用占卜的杯呢 这件事是记录在创世纪的四十四章那里 那里就轮到当玉尸的兄弟们 落到埃及去寻找粮食的时候 当时他们不知道原来玉尸已经在埃及宰上了 他们面对玉尸他们不明白 因为当时将玉尸埋到埃及去的时候 玉尸只有十几岁 到玉尸三十岁做宰上的时候 已经经过这么长的时间 并且玉尸当时做宰上的时候 他的穿着 他的打扮 完全是一个埃及的大官 所以他的兄弟们 发望都看不到自己亲手买到埃及的奴隸 现在会变成仔组 所以根本就想到 摆在面前的那个就是玉尸 当他们去到埃及 玉尸认得他们 所以对他们是很好的 就亲自给他们很多的粮食 然后给他们这么多的粮食 就打发他们走了 当他们回到加南地的路途 可能刚刚走不久 玉尸私下和差派 他是家中的一个主管 走去 叫他把他整班兄弟带回来 为什么呢? 因为要在他们身上照 他说我主人玉尸 他有一个占卜的杯不见了 一定是在这里偷的 其实这个杯 在浴室之前就叫他的家主 就把这个杯偷偷地摆在便雅满的袋里面 然后到时就去找的时候 一找到便雅满那里 原来有一个杯 然后就加和于他们就说 这个人偷了我主人的占卜用的杯 现在回到我主人那里 就回到浴室那里 于是他们全班人就回到浴室那里 非常之贱惊 因为当时这样做 就是以善报我 他给你这么多粮食你偷他的东西 并且偷占卜的杯 罪是特别重的 古是埃及人很迷信的占卜 如果是占卜的杯 那个罪就加等的 就很厉害的 所以浴室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这个产生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 他是敬畏神的 为什么会占卜? 占卜是迷信 是偶像的 他绝对不会 为什么圣经在这里要这样记载呢? 在创世纪的四十四章那里 就记载了很清楚 当时呢 其实浴室这样做 要试验他的哥哥们 为什么呢? 因为便雅满 是跟浴室来说 是同父同母的 但是他哥哥们和浴室 是同父而母的 当时他哥哥们就把浴室 迷到埃及去 现在浴室有一个亲兄弟 就是同父同母的一个弟弟 浴室就试验一下 他们此时对他的亲弟弟 那种的态度是怎样的 如果他们仍然好像 当年那种自私呢 就会以为 哦 现在偷这个主人的 这个占卜的杯 是变雅满 都不是我们 那我们就放下变雅满 又得浴室去处置他 那我们就可以脱身了 整个人就在家人地去 那就是代表他们没有变化 仍然是以前那种自私 尘忍的那种心态 但是此时浴室一试的时候 他兄弟不同了 个个都不敢走 甚至以后但是挺身而出 他说这个变雅满 如果不回到家中 不行的 我的老父亲一定不行的 他说我来代替他吧 这个时候你会见到浴室 这件事其实是试验他哥哥们 是不是仍然这么自私 这么凶尘 但是经过试验之后 发现他哥哥们 现在经过这么久的时间 已经改变了 对变雅满都很有爱心 很有手足之情 兄弟之情 那当然 在这件事上 约实为什么要用 这个是我占卜的杯 因为如果说一般的杯 一个杯都值几钱 不用小太大足 但是占卜的杯 在古时代表着一种 他有迷信 所以很贵重 埃及人的心态是这样 所以浴室在这里 其实是故意 摆出一个姿态 就是假装他是小得占卜的 其实浴室绝对不会占卜 为什么呢 因为圣经里面 多次被我们看到 浴室是一个满有启示 懂得解忘的人 知道神启示的人 他不需要去占卜 况且他是敬畏神 更加绝对不会占卜 所以浴室此时所说的说话 其实是直指想 吓吓他哥哥们 要哄一下他们 是否真的有改变 有怜悯兄弟之心 那当然 同时又引申这个问题 幼儿室给他的兄弟 这么多粮食回加南地 会不会假光祭司呢 这个绝对不会 幼儿室是公司分明 他是用自己的钱 因为他做宰相 有很高的待遇 他用自己的钱 私下买一些粮食 其实托这个家宰 就被他哥哥们运到加南地 在饥荒日子 可以喂饱加南地的父亲 和所有的亲友 又实际是一直顾到他的家中 这个提醒我们新族基督徒 我们都需要公私分明 绝对不可以假光祭司 不可以贪污 同时我们对远离一切的 无论是占卜算命 一切神所定罪的 我们一起邪属的东西 我们只有信求神 好 今天的时间关系 和大家分享 就停在这里 愿神祝福你